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各位在此收看 胡福奇社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 这是我们1617集 我们今天的话呢 稍微跳一下 来到传承系列 我们跟大家分享这款铁银 出自于《赢者战士》里头的人物 跟超神仍然是同一部动画 是属于日版变形金刚世界观里头的人物 那这个有点有趣 我在网络上预定了这一个玩具 那当时的话呢 预购的状况呢 我看了一些喊预购的人 可以说是非常的稀少 甚至与不约而同的呢 有两三个网拍的朋友呢 都在抱怨说 为什么这么经典的人物呢 却没有什么人预购 那么铁银这个人物呢 除了老G1的玩具 有自己的独立模具之外 大部分呢 他都是同模去改色的 比方说呢 在这个泰坦回归系列 有一个四人组合包里头 有个礼盒版 力量版本的那个组合包 里头就有这一款铁银 它是用了泰坦回归的板机 下去做改色的 那这个玩具本身非常的好玩 它还有附两把枪啊 枪我放在盒子里头 没拿出来而已 那这一次的这个升级到了Voyager Class 而且就是在造型上 可以看得出来已经有很大的差别 这款Voyager Class更加接近到它的形象 不过呢 在我拿出来把玩了一会之后呢 我就发现 它跟狂飙呢 其实是小改模而已啦 特别是下半身几乎是完全一样 手的小臂有点不同 那身体的变形结构呢 大概有70%到80%的部分 都是完全一样的 顺便提一下 我这一款的这个 狂飙这个塑胶变色 不是我独有啊 这是这款玩具的通病 那如果你想要买那个不会变颜色的话呢 应该是买世代精选系列 那话说回来 这款铁银久了之后 塑胶是不是会变色 这就是一个问号啦 胸口有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博派标志 头雕 也很好看啊 这个头型 这个看上去的话呢 就是人脸造型 眼珠子一样 经常我提到的 MP10的水蓝色的眼珠 非常的好看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手臂平曲之后 这里有一个过度的造型 可以给它一个夹粉 手肘 可以 手 二头肌可以转动 那这里有一个令人法指的 这个空洞啊 这是到时候是收纳手指的 武器的话呢 有一把剑 跟两把枪 枪的话呢 有另外一把 我直接把它安插在腿的侧边 到时候变形的时候呢 也是把它组到这里的 那这个地方也是跟狂飙的 那个结构一样 如果你不要它裂开的话呢 你可能就要反折一下 这样腿呢 会比较好看一些 那平常的话就是把它折一个 90度 这样子 那玩具的背后给各位 欣赏一下 大腿的后方有个缺口 其他的话都没什么问题 武器的话呢 如果你不想拿在手上 你也可以把它扣在背后 当然扣在背后的话呢 这也是它变成载具的时候呢 可以收纳的地方 那玩具本身的涂装不算多 不算多 勉强真正涂装 只有膝盖的呼吸吧 还有这个翅膀的部分 红色部分而已 其他几乎都是塑胶的圆形色 那我提一下 这款玩具可能会觉得塑胶感很重 不过在我的用语里头 塑胶感是一个中性词 并不是贬义啦 那我自己觉得老玩具有时候 要老玩具的一个样子 其实我觉得这一款的配色 在我看起来的话呢 我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那我们来示范一下 这一款铁音的变形过程 从各个方面来说呢 有80%甚至90%的变形呢 跟狂飙呢 是一样的 那甚至可以说是更加的简化了 把先打开胸口之后呢 后面这个地方打开 打开的时候呢 我建议可以借用这个地方 从这个地方往后面推啊 可能会比较省力一点 然后这样子把两侧都给打开 然后翻折这个部分啊 你有没有发现狂飙的话呢 这里可能要折很多零件 但是我们这款铁音呢 只需要折一部分就行了 然后到这边的情况下呢 两个胳膊这里整个拉起来之后呢 旋转180度 然后呢 再把这个部分给压回去 好了 先到这里 再来我们就变形腿的部分好了 腿的部分也是比较简单的啊 把这个地方拉下来一点 这里就可以往上面挑上去 挑出来的目的呢 是要把这块部件给翻出来 然后把红色的脚掌放进去 这个地方盖下来 这里跟狂飙的 变形是不是完全一样呢 各位应该还蛮熟悉的啊 这个地方翻出来 放进去 扣起来 那腿部的缩短的话呢 是建议呢 是它这里是一个双动关节 我们先把后面这个关节往上推到底之后 再顺势的把它给塞进去啊 在这里 先把后面推到底 再把前面塞进来 然后两腿呢 先做个合并 两腿做个合并 然后的话呢 把这个白色的凸 扣进这个蓝色的凹 今天就不讲阿凡达了啊 那我们就接下来的话 然后就把这个手臂啊 这两个部件给扣回去就好了 好 扣回去 然后这个部件往后翻 翻下来之后 我们就开始寻找它的一个结合位 首先的话呢 这个 把这个红色的翅膀 这个部分 给翻出来 到这边 哎 不对 它是直接扣前面啊 不用翻下来 如果是这个狂飙的话 才是翻下来啊 正眼说瞎话 你看啊 这样子 到这边 它有个组合的位点 在这边 把它给扣上 好的 两侧 稍微严丝合风的把它给密合上去 就完成了 它的一个 呃 大部分的一个 变形的一个部分 但是呢 呃 它多出来的 武器 武器呢 会变成水平的 尾翼 这个是有加分了啊 不过 这个涂装是否太素了点 对不对 你要稍微加点金属的一个涂装的话 它会耗上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多 那么这个 键的话呢 你可以 按照说明师好像是放前吧 但是我觉得 往前冲好像是杀气太重一点 我们还是把它往后放吧 那么呢 这款铁银的变形就算OK 如果是狂飙的话 它还有附带三个这个起落架的部分 前 后面还有两个 但是我们这款铁银的话呢 是直接被阉割掉了 然后前方的这个部分 前方的这个起落架也直接被省略了 所以说 这一款的 嗯 该怎么说呢 相比较之下 就觉得是 又是一次的各种阉割的一个版本了 那由于呢 啊 两者的话呢 在这个结构 有一个翻下来的一个 一个动作 所以说他们的水 这前方的这个水平的这个翅膀 位置前后相差非常的多 那也因为这样的关系造就了它 在外观上 如果你只看载具的话吧 啊 其实 我当时只看载具的时候 我是完全没有去想象到说 哦 这个家伙居然是狂飙的改模啊 即便你翻到底盘来看 可能也都没有那么明显啊 主要还是 对不对 就是这个基线的手臂 有没有从这个上面翻到下面来的差别 好 那么对比就到这吧 没有起罗价呢 使他非常可惜的一点 那上方的分色来说 这个 我感觉灰色的部分 确实是太抢眼了一点 那么 底盘 好了 各位也都看过了 那我们对比一下 这个 之前 这个 泰坦回归 不对 这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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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对 泰坦回归的时候 它也有一个 Wolf Cybertruck的两个组合包 一个是力量套组 一个是速度套组 那这款的话是在力量套组里头 应该是不容易买到 现在应该很难买到了 那力量套组不好买 速度套组会更难买 不行你可以上网去看一下 非常非常不容易了 那两者的配色 那基本上就是 蓝红的一个基调 然后 驾驶舱的部分呢 都是用红色的配色 那 飞机的造型 确实 这两个 有一个比较大的差异 但是以这一次的 Voyage Class的还原度 是比较高的 那 就 就是一个 算是 服务老粉的一个 一个取向的玩具 传承系列 就是 就是 类似于是 King of Fighter 群皇的系列 而且他收集了非常多 历代 冰淨金当的 重要人器人物 都会在这个系列里头 有可能出现 那喜不喜欢 就短看你个人了 那今天的话呢 就给各位记得到这边 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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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